他經過這個廚職區了 叮咚叮咚 什麼啦 不是啦 OK Let's get 朋友們 大家好 現在是中午吃飯時間 已經下午一點半了啦 大家都吃飽了 上班族都吃飽了 我們還沒吃 因為直播嘛 我們無業遊民 那我們現在去一個地方 在吉林路上面 這是 我之前發電話來 通常電話來 喂 喂 喂 是 我們上次有一個朋友是開這種精緻的水果店 那光在常駐就四間分店 有生意嗎 生意不錯 開四間分店 而且這種水果通常會比較貴 對他都賣的比較貴 但他比較精緻 也就是進口 幫你切好炸果是什麼 他開了四間 比較成品 這個是在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郵局的便利箱旁邊而已 你看這個 他把這個所有的青菜都包裝的漂漂亮亮 然後裡面有人在買這個水果 在挑水果 然後你看這個 包裝的很漂亮 我覺得消費生態一直在變化 一直在改變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出來外面走一走 不要一直待在辦公室裡面 所以外面走一走可以看到新東西 這個就是之前因為 我真的忘記我幹嘛走這條路 他走過去就走回來就看到一些新的 想說呢跟大家分享 沒事 我們去吃這家天下面 天下面 什麼你說什麼 天下面 你說什麼 你剛剛說怎麼甜 什麼 天下面 你剛剛發音你給我準確一點 我跟你講 天下面 不要害我 我看到這些蝦子 然後就這個 這餐應該 阿理想是你請客 為什麼我請客 昨天我請的 咧 昨天晚上我請的啊 我請你吃一餐三四百的 你請我八十的 然後你說請完 兩百九 然後用八十要抵兩百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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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裡有Line Pay 這裡有Line Pay 不是 那是 那是加Line 不是Line Pay 這應該是歌音版的 這個 這裡好像有人講嗎 這會有回應 這會有回應 不行我要看照片 不然我不知道要點什麼 明太子後切乾拌麵 好 就這個大 我喜歡吃明太子 他那個有照片嗎 他那個有照片嗎 對我剛剛有看到那個是 那是 那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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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點的這個是 限量的 那是 這個還有嗎 有 明太子後奶乾 後頭後奶乾 對 明太子後奶 你看我就 有 過多那隻蝦 多80塊 這樣沒辦法 我們這個是明太子後奶 鮮蝦 我會想 我會想要吃那個 那不管 天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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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一百三大的一百五 要轉嗎 對啊 那我吃 他只有大的 後奶 好像感覺 後奶比較厲害的感覺 呵呵呵 後奶比較厲害吧 是 後奶比較厲害吧 是後主奶 換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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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密媽看的 感覺好像會很香 他們這邊有寫粉店口味偏重 他跟我想的明太子不太一樣 我的會多一隻蝦子 所以這一碗呢 一百五十塊 有人去搞他的煮料啦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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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oo 哇塞 誒 我告訴你 好像面不可貌相 真的欸你這樣拍起來像張學友 我和你我面 吃面吃面 可以喔 好香喔 真的喔 欸他剛剛麵燉好多 看起來好香 這麵超香的 你去拿一個湯匙 筷子來吃 我要拿攝影機 喔好吃 我下次還會再來 好吃好吃 他那個奶香的那個 味道超 就像剛剛他講的厚奶 真的是名字就是厚奶 這怎麼味 這個奶味怎麼可以這麼香 喔是奶味香 嗯 那以為你講的是明太子的香 這樣就要吃小豬丸喔 好香喔 好痛啊 品水講講老 好混搭喔 但是好不好吃 很香喔 很香喔 嗯 下次再來舔下面 舔什麼 舔下面 下次再來舔下面 我怎麼覺得他這家看的電視機 廣告怎麼都那麼老舊 還是啊 嗯 就是剛剛Brian講的很混搭 第一個 這個魚子醬通 就是 明太子通常是鹹的 但是呢 搭配這個 奶油的香味啊 真的是 有一點 一開始剛吃他就不太適應 但是是非常非常香醇 好吃 非常好吃 東區門戶 我剛剛這一碗多少 一百八 一百五 一百五 欸這老闆娘還有個性喔 不是服務商人老闆 他麵端過來之後 完全不用看客人耶 直接 我覺得有點像在 中國大陸的餐廳吃飯的感覺 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子喔 東西好了 我都沒有奶 先看一下 這個是一百八十塊 蛤蜊 蛤蜊 他剛剛就用蛤蜊在煮蝦子比較慢啊 所以我跟他喇喇耶 對對對 你這個也是厚奶嗎 我沒有厚奶 沒有奶 沒有奶 對 所以你是加什麼 美乃滋啊 美乃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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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美乃滋 不過這樣蠻著爹也才五百多塊 這已經一百趴了 現在還差很多 蠻著爹你吃過嗎 沒有 很好吃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 長春路啊 松江路把它吃不見 好吃嗎 很日式海鮮 吃吃看 還夾不起來 這個也好吃耶 日式海鮮 海鮮味好濃厚喔 就是有那個蝦味 然後你知道蛤蜊嗎 嗯 它那個魚乾的味道 完全講的是不同 但是呢 主要都是麵 也有這個 明太極 很特別 特殊的話 吃 他這個有點像那個 乾式的海鮮烏龍麵 嗯 非常香 嗯 它這個是 那我想到一個味道 我先 我先 買一種 買一種罐頭叫做那個 明太子醬喔 那個拌飯超好吃的 是 各位 我吃完了 不然人的比較慢來說 他還在吃 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意外的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要吃的不是這家餐廳 我們要吃的是一家 就自動點餐的餐廳 就是門口有那個販賣機 那你要投幣 然後看你要吃什麼 然後他會吐出一張券 你再拿到 這個 廚房去給這個 老闆 他會 把飯呢 端到你桌上來 那我們剛剛去的 發現他今天沒有開 然後呢 這個布萊呢 看到這個地方 就喜歡吃麵嘛 海鮮麵 所以我們就停下來在這邊吃 真的好吃耶 所以分量有點不足 我以前是點大碗 覺得他分量不剩 我下次常會吃那個米粉吧 你說對面那家米粉嗎 下次我們再去吃其他 欸 打個分數吧 滿分十分的話打幾分 7.5分 喔 米好嚴格 不是這樣啊 它是好吃的 因為它的味道好像 太重了 不太適合日常吃 就像你家門口已經寫 對 它已經寫 本店 口味偏重 這裡有寫 本店口味偏重 這裡有寫 對 它就是 你比較喜歡那種 古老一點的味道 那我打 8.5分 好吃的 我下次會再來 所以分量真的不夠 你看 你就是大碗了嗎 對 這種的沒有分大小碗 噢 就是大碗 好 今天簡單紀錄一下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拍那個 今天那個 寄放包裹的那個 我們都稱之為那個叫做 雲櫃 雲櫃 雲端的 置物櫃 對 然後呢 餐廳沒拍到就吃剛那家 那就可惜啦 沒關係 但是下次我再繼續 看那家餐廳如果有開的話 我們再去 我們把這一條路給吃滿 對 這邊有鵝肉什麼 對 那邊還有家 叫做那個阿美飯店 裡面的那個 那我吃過 你有吃過 那生意超好的 遊覽車來 還有那個鵝肉 鵝肉 拿成鵝肉 對對對 好啦 走啦 記得訂閱哈 蛤 這間喔 這間也是小吃 像那個蛋仔麵啊 台灣小吃 台灣小吃就是幸福啊 掰掰